北戴河会前各地习近平画像迅速消失个人宣传降温逾越 作者小山直到本周三 8月8日中共官方权威的人民日报头版 已连续第七天未报道 习近平以及其余六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活动 此现象以前不可思议 中共党报如此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实属罕见 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去除习近平像河红色标语 持续一个月据观察者趁当局此次行动迅速而低调 或许不希望引起外界关注上海一些商场 外悬挂的红色标语也被撤下网友提供图片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据自由亚洲报道说 中国一些城市从7月初开始撤下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宣传海报和有关宣传标语 至本周整一个月据观察者趁当局此次行动迅速而低调 或许不希望引起外界关注近一个月内中国各大城市建筑物外墙悬挂的写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他的头像等包含强烈意识形态的宣传口号 基本消失到本周三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已连续第七天未报道 习近平以及其余六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活动 中共党报如此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 近年罕见报道 引述早前已有传闻称 中共领导人正在习惯这种低调 以避免被人闲话 批评去年中共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官员和官 没对习近平的赞美与前领导人毛泽东相提并论 趁其位伟大领袖红太阳等 在今年三月两会期间 中国修改宪法条款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令习近平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各地大街小巷 机关农村或协校 到处是习近平的头像或雕塑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据报道说 然而今年7月4日 湖南诸州一位年轻人董瑶琼在推特上进行了一场直播 他在上海海航大厦向习近平画像泼墨 并且控诉他自己受到了脑控随后 董瑶琼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警员带走该事件 引起海内外网民及媒体关注 从此之后各地政府下达通知 在户外不得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 和海报及宣传品 本周三 8日北京居民尼 玉兰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在北京街头 很少见到习近平图片 但在郊区还有 我出去不多 我的老伴出去说 有的地方还有 有的地方拆了 不是全部都拆了 正在北京的上海居民 胡建国 对记者 说 他未见习近平图片 北京这边已经很难看到 习近平 向了希望他早点下广东 一网民衬 当地也很少 有习近平图片 这边 比较少了 偶尔在有些地方看到一些标语 一位刚从天津回到北京 的刘女士 对自由亚洲 说北京基本上看不到了习近平像 但外地还是有上个月26日 我上天津在农村 还是有习近平的照片赞助商链 接赞助商链接 据报道说 董姚琼泼墨事件 后7月5日凌晨天津当局率先下令撤下习近平像 次月广东省也下达撤下习近平像的通知东莞市政府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发通知 要求所有户外广告不得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 12日 北京保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向租户发出特别通知 趁公司接到二龙路派出所紧急通知 要求大厦内各单位立即撤下一切 还有习近平照片 图像的海报及宣传品 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学者对自由亚洲说 各地政府紧急下令撤下习近平照片和有关宣传品与泼墨事件有关 他说这就是网络的力量 没有网络谁能想到 一个湖南妹子到大上海干这么一桩惊天洞地的大事 董姚琼的泼墨再加上特朗普贸易战的造势 是中国人惊醒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级快芯片 就能把这个国家打倒 报道引述四川乐山83岁的老人刘金华 是一位毛泽东的崇拜者 他说在任何领域习近平都不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 我可以说习近平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 就是中国真正强大了也不应该这样子习近平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 第二就是我们真正强大了也要谦虚谨慎 用箇洋谨慎 我的容领